整部阵 一神令下把枪封了胸前 军人们整齐化一地抬腿踢正部 这样的训练画面不是出现在其他国家 而是在台湾 夹警训练原来是为了明年黄埔建军一百年 军方要在高雄凤山陆军官校扩大举办消庆 国防部打算让官校生在典礼中 以正部进行分裂式 据悉部长邱国正还特别关心新的正部分裂法 要加强战术背带运用 以符合战斗需求 这是推枪向右看的致敬方式 让人嗓到了这一幕 对着台上领导人致敬 北韩军队整齐化一穿越典礼 供金正恩阅兵 国防部的新式正部分裂法 军内私下议论 难道是要跟北韩致敬 只是不同于北韩带有跳跃式的提振步法 有人认为更像中共解放军 正部是国军的基本教练的一个项目之一 那么目的就是在训练官兵熟悉军事动作 养成军技严肃 精神巩固 意志坚定的一个部队 网路上所传说正部的走法是模仿共军 并不是事实 强调绝对没有在模仿敌军 但其实T正部在过去 扁政府时代才被废除 2022年国防部修法把它恢复 放进基本教练准则 现在又为了建军百年 要把它扩大训练 军人T正部在过去被视为是一个相当有精神的表征 但是却也是维权主义的一个象征 所以如果作为训练 我们觉得还可以 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基本教育的常态 我们觉得可能就不合时宜了 面对目前两岸的紧张情势 这绝对不是国军训练和国防战备的首要重点 怎么拿捏训练才不会被说像集权 随着训练影片流出讨论身四起 TVBS新闻乐地上位加齐台北西方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